天上的一粒孤星 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 一件單獨的事件 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 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 串連起來 才可以變成一個 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 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話 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 發出的光芒 勾劃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 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 讓我們細心欣賞 深入分析 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今晚講的話題 其實講了百多年 大家不要期望 我們今晚一個半小時可以講完 一定會令你們失望 今晚講什麼? 劍仔展示一張圖畫出來 今晚叫做解馬遊戲 哪個馬呢? 大家都知道 講馬克思 馬克思誕生二百周年 大事 今晚請來三位嘉賓 三位都是堅的 齋sir 大家都認識 上次講十月革命 我們找到齋sir 和李偉才上來講 坐在旁邊的安東尼 是吳耀堂 自稱左翼人士 這個就是財經界人士 財經界人士 怎麼看馬克思 或者他的思想呢? 二百年裡面 中共在上星期 大規模紀念馬克思的單神 習近平出來講 自稱就是馬克思的繼承者 還有馬克思的理論 和馬克思主義 其實是沒有固定的模式 就是說 任你講完 在五月五日 全國上映了一套西片 這套西片叫做青年馬克思 是鬼佬做的 講馬克思年輕時又怎樣 其實我在想 這麼多東西 就是萬與千言 從何說起呢? 既然大陸現在要有西片看 那就講一下電影 西方的電影裡面 很多時候講到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那麼荷里活的資本家 就付錢給導演、監製 都拍了一些電影 專反資本主義 大家熟悉的鐵達尼號 兩套華爾街 還有很多一套 都罵到資本家 草奸人命 那麼當年 當然荷里活也拍了很多電影 是很反共的 罵到蘇聯 或者中共 都很重要的 那麼 其實所有都比不上一套 就是大陸片 幾年前 如果大家記得的 叫做釀子彈飛 有沒有印象? 有 但是釀子彈飛 裡面有一個鏡頭 我也很想大家解讀一下 話說有一隻白色的馬 這隻不是中國蒙古馬 應該相信是阿拉伯總的馬 拖著一輛車走 突然間馬失體 就反轉了 叫做車位人王 其實 阿齋Sir 你有什麼解讀呢? 看到這樣的鏡頭 你們不用說了 對嗎? 不過如果我們真的要去解讀的話 我們就由聖經啟示錄 有幾匹馬 有灰馬 有黑馬 這隻白馬是代表什麼呢? 如果用啟示錄的說法來解讀 不要用現在這麼新穎的馬列毛來解讀 這匹白馬就代表看起來很光明的怪獸 但是他就帶著整個人類 最後車位人王是全的人類 不要只說共產黨的中國 是全的人類都會被資本帶去滅亡 這個才是一個解讀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其實Anthony 請你上來 因為你自稱左翼人士 你過去這麼多年看過很多電影 你如果說說共產黨的 或者說資本家的 有哪部電影你特別有印象的呢? 諷刺的或者批判的? 其實沒有 都是美國的那些荷里活片 其實是插自己 但是這樣就拿票房了 然後就有票房 大家看完就感覺良好 然後就有票房 然後就收市很好 然後票房就落回支援家的袋 就是華爾街根本就是無線式的溫情片 只是包裝得漂亮一點 你看起來就覺得 美國人很厲害 如果你看無線就 這些斯拉劇好心去收皮 最後又是說什麼良心發現 最後就是這樣 什麼米高德格拉斯出來 華爾街有哪個傢伙會良心發現 就是把賤人拿出來 神經病 浪費 你怎麼看呢? 你就是台經界了 剛才你也沒有介紹我 Ivan Ivan 不好意思 李星陽 做證券 基本上你都猜到做證券 你很難太過左了 如果不是你就是精神分裂 我們今天的坐位都很分明 你叫我特意坐右邊 不過剛才我同意 Anthony說一句 他在華爾街 甚至很多地方的電影 那些 那些就真的自我感覺良好 最喜歡他說 最終你的票房 又是回到資本家口那裏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聽到習近平去拿馬克思出來大搞 都是頗諷刺的 即是你北韓都還可以有資格說 或者古巴都還勉強可以 但你中共說大哥不要玩 分享了一個故事 早前在微博看到一個段子 一個小故事 Donald Trump不是說貿易戰 他批評中國不是一個市場經濟 有個網友說中國怎麼會不是市場經濟 我們情婦也能買到 學位也能買到 官也能買到 什麼都買到 都還不是市場經濟 你看到現在大陸很明顯 還在說什麼共產 沒有人相信 但他仍然說 而且趁馬克思200周年 大搞什麼 送了一個銅像 去馬克思出生的地方 德國人不想半邊嘴笑 銅像當然照收 這個外交一定要做 其實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搞的理據在哪裏 譬如我會想 你覺得呢 是不是真的 裏面那些人民是真的相信的呢 不會 如果不相信 習近平自己是無交想要相信 其實他是一個叫無交 不是叫左交 因為真的零追索 其實我懷疑習近平自己也不相信 我懷疑大家知道 中共就不講宗教 但偏偏其實共產國家 就最喜歡搞這些個人崇拜 我覺得難道不少習近平 都是給一些崇拜一個教士 然後他還自封馬克思的傳人 都真是挺搞笑的 給大家一個崇拜的對象 就算是馬欣列毛 師傅 馬欣列習 馬欣列希毛 馬欣列思毛 REALLY 就算斯泰林太壞了 所以就是馬欣列毛 馬欣列毛 所以毛澤東被於正統的共產黨的解讀 便認為寄成列寧 再按��라고요 馬欣格斯又頒 所以習近平自認為繼承毛澤東 所以他一定要出來碰馬克思 同意這個解答 其實是圖騰,拿馬克思來背書 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稍後拿一份東西給大家看 剛剛在旅行回來,在德國機場拿到一份 我對德國的報紙在討論馬克思 當然他有一個角度,是一般香港人全部都不會懂得討論 麻煩你,健仔,你可不可以拿袋子過來嗎? 我的背包裏有,可以給大家看 其實在德國那邊或歐洲那邊討論馬克思的時候 首先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馬克思已經變成一個圖騰 已經變成一個所謂的社會標籤 等於捷古華拉死後,他從此變成革命的圖騰 但醉煙的小姑娘竟然會買一件技術在上面 馬克思和捷古華拉死後,全下有子就會反逃 這是德國的媒體 這期有一個討論馬克思 這裏還有一本,就是德國的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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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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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The Tite The Tite 裏面,這期有講馬克思 這裏有一個Term,叫做Controlled Verlust 這是甚麼意思呢? 中文叫做失控 Verlust 即是失控 失去了,這個control 但這個事情有趣,他在說失控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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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其實他的圖片是一個大的齒輪 是,查理卓別寧那一套 是的,其實一般說馬克思,當然是資本 但其實資本是伴隨著另一個很重要的事物,就是這個科技 其實是科技和資本一起發展 過去200年、300年 所以這個科技是一直精精日想發展到今天 這個查理卓別寧,張濤有些改的 阿齋Sir 是嗎?理解 他拿著手機 你看,是科技 查理卓別寧這套應該是摩登時代 是30年代工業化,Mask production 現在科技進步了 有一個拿著這個,不知道是不是蘋果手機 總之是4G 大家看看這個雜誌面有個馬克思 是 就是彩色 是 就是塗藤化了 你說已經 簡直是變成一個印象 很英俊 這個馬克思 其實西方的討論方向和中國很不同 中國其實沒有人再討論 但是德國人其實是很認真地討論馬克思 究竟200年之後怎麼看他呢? 我們可以稍後說 不過既然你從齋Sir上來 我記得上次做十月革命 你說了一些事情我今天還記得 你說十月革命是在1917年發生的 剛剛在1517年 這個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應該是人類文明走向開放 但是四百年之後十月革命是倒退的 這句說話呢 雖然過了半年 我仍然很深刻印象 差不多每天都記得 其實如果這樣說 馬克思呢 是怎樣吐出來的呢? 由什麼思維 思潮之下吐出來呢? 馬克思是一個德國的猶太裔 當時已經有民主國家 但是德國不是 德國本身不是 但是美國已經成立了 馬克思是1818年出生 五月五號 那時的德國 普魯士獨大 但是整個德國還未統一 而且普魯士 你看到馬克思的逃亡路線 就知道他一生人 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他一路逃亡去最自由的國家 最後就終於英國 在英國可以做到難民 如果現在來到英國 難民也做不到 會被人趕回香港 對 但是當時他先去法國 然後再去英國 所以這一個本身 都是所謂的 很評論的 其實反映了 當時的德國 其實就是今天的中部 非常殘暴 不斷逼迫害 大國崛起 大國崛起 不斷逼迫害知識分子 迫害思想家 但是德國又出了很厲害的思想家 就跟我們中國不同 我們大國崛起也沒有思想家 廢柴就多到不得了 但是思想家就沒有一個 很悲劇 但結果馬克思就一路要走到英國 當然他後來最重要的著作 全部都是英國 實際上有人說 在大英圖書館裡 有一個位置 他經常都在這裡坐 當然現在大英圖書館已經搬了 幸好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 剛剛還沒有搬 所以親身進去 舊的圖書館 你一進去的感覺 當然這是文化角度 很多人在那裡看書 所以你只聽到一種聲音 就是像那些蟹在拍翼的聲音 是嗎 不是 在拍翼的聲音 即是人們在看書 就會噴 噴 這些噴的聲音很多 好像一個很有趣的氣氛 人們好像很多隻蟹 很多隻蝴 好像一隻蝴在拍翼的聲音 馬克思就在那裡讀 讀很多他的書 其實我買了一本馬克思的 他當時大陸出的 讀過所有歷史書的筆記 做筆記的那本書 那本書本身就是一本 差不多歷史的百科傳書式的筆記 當然歐洲市部分多 亞洲市會很少 但是這個人就是在這樣的 自我學習和培養裡 成為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阿齋老師我讀少 但是他除了一些書之外 有一件事我很喜歡留意地下 因為怕會摔倒 聽聞馬克思常坐在那個位置 地下是凹凹了 有沒有看到人 現在已經補回了 因為他看到好的東西 他就踏一踏腳 那個位置就凹凹了 所以馬克思這個人 對世界來說很重要 但是令你愛恨交纏 因為沒有去思考整個問題 我們不會衍生今天對世界的了解 但是他思考那個問題 帶來的人了解之後 然後跟著他下去做的事情 就產生到今天這麼奇形怪狀的世界 奇形怪狀的世界 李星陽 我想問一下你 你做股票 你怎麼看馬克思這個胡蘇魯呢 哪方面 你任你哪方面 哪方面你想說 你覺得最值得去說 你覺得馬克思有他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如果你今時今日還說他那一套 那是否證明不行 很明顯的了 大家知道 譬如共產黨宣言最後那句 什麼東西 大家說全世界無散者聯合起來 兩個國家是用這句話做國家格言的 一個是蘇聯 另一個是東德 現在兩個收屁 你很明顯 這套東西 我同意鄭先生說 他想到的東西 但是你也不可以說 他免除了他的責任 當然反過來 後來那些獨裁者 拿來搞很多事情 是他們的問題 但是馬克思 當時他想過問題 很明顯是想得不透切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用二百年後 即是我們二百年後 現在坐下來看完一場 在那裡批評他 早知應該這樣 早知應該這樣 當然是容易的 但是在他那個年代 你要看得出他 是很有特殊的創建 但是現在經過了 兩百年的考驗 你會發現 是不太合理的 你說中國就浪費氣了 不用再說了 其實比較像共產的 古巴呢 北韓呢 北韓我沒有去過 但是古巴去過 你會看到 其實還會遺留到 他所說的那種 共產世界 但是你會發現 都是敵不過時代的 那個 那個淘汰或者考驗 都是慢慢去開放的 Anthony 坐在這裏 最年輕的是你 你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長大 有什麽吸引呢 你真的對馬克思 這麽有興趣呢 其實回應Ivan 其實我會覺得 可能我們見到很多 社會主義的國家 倒台了 蘇聯和東歐 其實我覺得是 其中一個原因 例如馬克思看不透 或者其實每個時代都會看到 他的時代看那些東西 但是另一個角度 可以說是 列寧看不透馬克思 對吧 其實可能是蘇聯 蘇聯看不透馬克思 或者中共 其實來用了馬克思 就是毛澤東 每個領袖都是這樣 即是他們都是 或多或少借馬克思 去成全了他們個人的東西 沒錯 而且馬克思那個時代 就真的不是民主國家 其實是歐洲帝國的鬥爭時代 每一個鬥爭 最終去到一戰 因為一、二戰打完之後 才真真正正去思考人權 民主的問題 所以其實 在極權的時代 就會出到馬克思 就是這樣 即是由一個極端 也不是因為極權出到馬克思 馬克思這個可以這麼說 不過也挺奇霸的 因為德國人 本身的思維很厲害 但是在十九世紀 當然德國是 去到差不多 其實文化的發展最高峰 甚至看二十世紀 它是跌下去的 現在去到二十世紀 就更加跌下去了 也不只是德國 歐美國家 能夠思考的人 所謂的大學者 是少了很多 現在只剩下幾個 我們在等著看他們 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時候 因為世界始終永遠是 比一個人 個別 甚至一堆人 能夠掌握所謂的現實 現實是很複雜的 但是馬克思 當時能夠掌握這個現實 當然當時也要記住 不只是馬克思 整個十九世紀的歐洲 是充滿左翼的思維 很多人都在想一件事 所以社會主義的 term 不是馬克思創造出來的 是很多人都說 我們要做一個社會主義的東西 去解決當時歐洲 都在科技和工業發展 和帝國擴張裏面 所展現的很多問題 當然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行常經濟的大蕭條 在十九世紀時 很多次蕭條 不過我們二十世紀 經常覺得1929年很大 所以我們不記得 十九世紀的大蕭條 以及這些大蕭條裏面 人的痛苦 即是工人階級的痛苦 以及社會不平等 十九世紀的氛圍創造 但是當然出到馬克思很少有 其他能夠拍得住他 譬如分析貨幣 譬如有一個近期 他在大陸都翻譯了他的書 但是他的書 只剩下一個大小的口 阿西茂兒 SIMO 他也是講貨幣論 資本論 但是他分析的向度不同 我也嘗試過 每天在廁所看一段 我都覺得很煩 很煩交 即是說得很長 雖然是長 但是他的分析方向 因為不同 他得到的結論是不同的 馬克思那一套 正正是因為分析正在政治層面 其實是未正式的政治層面 而是經濟層面 但是碰入政治層面 於是他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會產生無可避免的矛盾 而最後無產階級可以推翻資產階級 所以人類可以進行一個美好的社會 這件事是很天真 而且是沒有心思熟慮的 所以最近訪問左翼的一個icon 齊澤克 即是哈羅地亞那邊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他也批評馬克思 說馬克思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思考Stage的問題 即是國家的問題 即是思考這個 即是剛才我們說 德國人所說的 這個control-verloss 就是說他沒有思考到 或者說沒有充分思考到 所謂科技的問題 科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即是他思考了資本 但沒有特別詳細思考到科技那邊 另外第三就是 沒有甚麼思考到State那邊 即是國家的問題 國家從列寧開始 其實列寧不是思考的 其實列寧不是一個真是思考家 但他是因為因時制宜 他已經懂馬克思主義 他已經手頭有一個國家 他就一定要找一些理由去正確 為何我們可以做一黨專政 於是他就做了這種列寧主義 而這種列寧主義很恐怖 因為這種列寧主義直接被中共繼承 但是列寧 我現在想追溯 就是列寧 列寧自己這種列寧主義 對黨的那種結構 即是結構 是否有德國人的影子 是否有德國人的所謂 他都沒有說我是永生連任 他只是取消了總統的任期 他每次都要搞一次大龍鳳選舉 剛剛才是就職 但是我們現在的習總 就是永恆連任 不用說了 是否 沒有繼承人 即是你想想 即是當一件事物 去到一個地方 再去到另一個地方 那種變質法 是完全匪夷所思的 你想不到的 我記得第一次聘請齋老師上來的時候 那個標題叫做 當基督教遇上華人社會 任何東西來到中國 都會地位置 其實很多快餐店來到香港 都很不同 香港口味 是呀 當然你知道食物是中國人的最強項 所有東西來到中國都會改善 是 如果食物來說就是你去香港 是呀 食物飲食 一定會更好吃 但是政治制度來到中國 一定會改善 不是改善 是改善 是改善 真的很悲劇 你說共產黨學足列寧政黨 其實是國民黨學了 孫中山先行 列寧政黨 要效忠領袖 是呀 從前是沒有效忠領袖 這家東西的 大家一起出來 明月也曾經出過文 是批孫中山 現在沒有人敢批孫中山 其實他後面 他開始叫黨國體制 國民黨也是不斷叫黨國體制 他是抄列寧式的政黨 然後共產黨只是差不多兄弟班 國民黨也是黨國體制 但是中國就永遠出不了這個黨國體制 現在還要回到個人崇拜體制 不過其實中國人是很崇拜德國 是真的 這件事是 以前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時期 以及現在的中共 對德國真的很崇拜 什麼都說是德國 你回到大陸 你不經常會聽到 科技上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前 以德國領先全世界 戰後才輪到美國 在大陸你經常聽到一些東西 香港未必經常聽到的 而且呢 現在搞經濟2.0 不記得了 李克強搞的 是Model on 德國的 那你們又怎麼看呢 你們說說 大陸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很喜歡德國的 剛才阿齋老師說的 除了在哲學上 政黨啊 科技上 都是這樣 你是一個商界的人士 有時候你去大陸 又在香港生活 你去過這麼多地方 我去德國也很多次 德國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又怎麼看呢 德國你去到文文都這麼隨 會出這麼多東西 當然 你學不到那樣東西 而且你混淆了 剛才你說的 其實都不僅僅是大陸人的 香港人 德國人都是一個 相當優秀的民族 大家提起 那個 Stereotype 那個典型 你都覺得是 首時 有紀律 機械很厲害 通常都是這幾尾這樣的東西 他們的確是厲害的 但是 反過來大陸其實 我覺得 德國有些不律 但類似是 他是想 好像羊毛運動 他想抄襲德國那些 製造業 尤其是現在 他想 德國有一件事 很成功 德文忘記叫什麼 就是那些 中小型的 企業 那些 family based的 製造業 很想抄襲 但是 他只是想抄襲這塊 反過來 德國人 現在都說民主 中共就不理會 他一定是 只抄襲 對自己有利的 大家知道 其實我不敢做一個定段 但是我批死 是不行的 大哥 你那些是整套 你不可以只是要人 這些東西 其實他在德國 已經買起了不少的生意 那些廠 買起了 那未必是追逐 對呀 而且德國都算是 在國際貿易上 算是跟中國 是比較友好一點的 至少不像美國那樣 亦都大家那個 正式的衝突 沒有那麼大 所以其實中德關係 一直都是 挺好的 你看到沒有什麼 很大 倒退過 改革開放初期 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 大陸的工廠需要改革 就找了一些德國退休廠長來 在大陸教工廠怎樣生產 那大陸當時的 Propaganda machine 說了德國廠長 好東西 西德 不是東德 西德廠長 大工無私 做事有計劃 要求高 嘩 嘩 突然之間 當時西德是資本主義國家 大陸叫聯邦德國 竟然當時 德國專家大批來中國 就advise大陸 無論在工業農業方面 以及汽車 德國製造的汽車是不同的 除了西德之外 東德也很...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蘇聯 就是KGB 特務機構 東德是Stars 東德是Stars 出名 來到任何東西 去到德國都是 就是青出於南 大哥 Stars 這是美國的紀錄片所說的 Stars比KGB更厲害 當時東德不夠二千萬人口 三分一的人是二五仔 是啊 很有趣 三分一是二五仔 控制得很好 還有一家東西 他跟蹤你 就不用真人跟蹤 有一件事 譬如Anthony 搭火車搭地鐵 這個人是有可疑的 找一個人在你身邊走過你的背部 在你身邊 噴少許氣味 行了 這樣就離開了 你可能不察覺 一群人都堆上地鐵 過了一會 他又不是找人來跟著你 沒錯 齊Sir真是聰明 找狗來 這樣就知道你去到哪裡了 Stars 德國秘密警察是非常厲害的 前幾年有一部電影叫什麼 賤聽者 賤聽者 這部電影非常好看的 賤聽者 強烈推介給大家看 我看過幾次 我昨天邀請他的時候 他原來對現在研究馬克思的權威 相當之有認識 他彈了一些文章給我看 我大開眼界 我也是聰明的 到底怎樣大開眼界呢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講 好嗎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慈名的惠州種 我們前年開始推出 惠州老師傅的技術來自 八十幾歲 他鬆緊是非常好 是最好的豬肉 和非常非常好的鹹蛋黃 你沒吃過這個 你真的可以說 你沒吃過好吃的種 現在這樣 我們四隻是一套 我們就不散賣的 就是188元 蕭定一和我 就拿了500套 去送給我們的朋友 還有一些伙計 留下500套給大家訂 如果你喜歡吃種 一定不會吃 人民超市今年推出的惠州種 用惠州老師傅秘方慢火烹調 種生糯米更淋滑入味 現在上人民超市網頁預訂 一套四隻只是188元 限量500套 如果上人民超市 荔枝角D2店 或者灣仔店買開東西 都可以上來預訂